今天我们另外爱妮老师的故事 超励志的 爱妮老师在 老公去世十年之后 您快要七十岁的时候 忽然 忽然兴起了想找老伴的念头 结果在七十三岁的时候再婚 说老师 您想寻找人生的第二孙 其中一个原因是 你曾经受到一个小鲜肉的追求 把你给激活了 激活是大陆的用语了 就是启动了 开启了 激活就 started 哇 那个火点着了 是不是 小鲜肉是谁 爱妮老师 我又是你啊 我先生是心脏病过世 我的人生就过得很平稳 我就是一个工作狂 我写书画画 我这人生很圆满 可是这个小鲜肉 追我追了一年半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外面 骗子也很多 当时在哪里 渣男也很多 在上海还是在台湾 在上海 在上海 因为在台湾我比较难 因为大家听到我的名字 就已经 就知道是老师 你别动他 这个在电视跟讲台上 教训人家的 在台湾不可能 老师你所谓的小鲜肉是几岁啊 小我几十岁 在哪儿认识的啊 朋友聚餐的时候认识的 因为他是个海龟嘛 所以他认为年龄不是距离 然后当然讲了一些很肉麻的话 就好像一个年轻人来追你 我在前半段是没有问题的 我跟他很客观的这样好朋友 我说我们做忘年之交 到了后半段扛不住了 结果就被激活了 激活的那一刻我才知道 是生理的激活还是心 应该都有吧 我不方便讲你讲 应该都有啦 生理 所以我现在呢 生理的激活到心理也敞开了 就是说 身心灵都不在乎 就是说他的宿门 一句都没人去哭了 宿门就用开极 还有险南新的 缺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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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乎 缺乎缺乎 缺乎缺乎 缺乎 缺乎 三天了 对 所以在临门一角的就是这个疫情 像我这一辈子我也做了蛮多事情 我觉得都各方面圆满了 可是疫情在封城那一段时间 我突然明白 毒蛇也不会在你身边 你的粉丝也不会在你身边 儿女也不在你身边 又跟我的儿女 我跟他们的感情不是很亲 那后来发现 到后来我这样一个人最后要干嘛呢 我后来发现 我还是需要一个温暖我的床 温暖我的心的人 即使我知道如果要做正式婚姻 这中间有非常多的问题跟要调试 事实真相是不但是不是调试 我们基本上是摩擦跟斗争 可是这个是我有心理准备的 只有这个小鲜肉怎么了 你从哪里发现它 它是我在大陆唯一拉黑的人 因为这个状况如果我跟它在一起 别人听到这个情形都说 叫我点点点 小心 我说我还要做教育工作者 如果我跟一个小儿 几十岁的人在一起 不是他毁了我 就是我毁了他 这是不行的 这是不可能的 我不要 因为我还是要把我的教育事业继续落地 像我现在还在继续写书 我要目标写到200本 现在已经写了170几本 我的演讲4000场 我要讲到5000场 现在还加上我的画画 我的事业是蛮重要 我知道一个不是很正规的关系 会破坏掉我的主要的事业 所以我就唯一一个拉黑的人是他 就不能够让他再碰到我 我不要毁了他 你怎么可以去毁一个年轻人呢 他也不能毁我 对 那可是我已经清楚了 疫情让我明白在这个宇宙里面 感觉到最后一个跟你共同生活的 让你在宇宙里面有共存感的那个人 比如说你在年轻的时候 追求知名度 或者是追求财富 有很多栋房子 可是各位 你是不是已经感觉到 那个东西 你现在已经觉得没有感觉了 你再有钱 只是用到最上面的一层 再有名 对我们来讲 我觉得我们私底下 根本就是一个自然人 名没有对你有多大的帮助 甚至还有害 对不对 所以最后你会发现在这个宇宙坐标 你要有存在感 那些世俗的东西已经没有用了 那个时候就剩下感情 就阶段性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就剩下感情 对啊 他们都说你就在一起就好了 我说我现在没有任何的事业的工作 跟财务的压力 我就可以专心来做我们年轻的时候 不能做到的事情 就是好好地谈恋爱 好好地搞关系啊 就可以专心做好这件事情 然后我要强调一件事情 我绝对没有妄想要一个完美的关系 她不是我的理想对象 我也不是她的完美女神 我们基本上是将就跟凑合 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是因为 不要挑啦 不要闲啦 你第一个婚姻也没有很完美啊 那时候你还不是混了几十年 老师那结婚的这一段 这一段这一位是什么情况下认识的 又是什么样的对象 所以我跟你建议 不要那么快决定 即使你刚讲的那几个例子 继续交往下去 真的 对 因为以我的例子 命运好好玩 真的是命运哦 是 我正儿八经的相亲没成功哦 这个根本就是见了面 两个人互相讨厌的 老师你是网站相亲 还是老师的没人介绍 我不敢上网站 你这个对象怎么来的 就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双方都非常讨厌对方 怎么见面 什么人介绍 在一个参会上 他在背后就讲我 那个陈埃你有什么了不起 很那么臭屁 那么骄傲 对 我觉得他讲的是对的 我就是一个很臭屁的人 结果太好笑了 这一段讲起来稍微有点长 结果是 认识他的两个人 在谈他的事情 然后我的闺蜜 坐在他们两个人中间 然后呢 他们就说你们讲的这个人 适合我的爱姐 OK 然后他们就说 那介绍认识 然后就说好啊 那我约咖啡 他说不要咖啡 直接就把LINE推给我 我那时候不知道 就是我们第二次见面 一见面才知道 是两个彼此非常讨厌的人 也就是说 你为什么讨厌他 你认识南方的 这个两个女生 我不认识 然后要把他推给我的 这个闺蜜 是跟我很麻烦 可是他不认识机长 我的先生是那个 华航77退休的这个机长 所以你看 这个是不是命运 就是我正儿八经的 没成功 这个反而是 一开始两个人讨厌 一见面是 什么是你 然后从这种状况这样 变成修成正果 很清楚 我要的 我也不是要你的钱 我也不是要你的 身体这个年纪了 也没什么好要求的 就是要一个陪伴 但是我要加个注解 就是说我们不需要 对方的钱 对方的钱不能有问题 我们不能被他拖累 我们不要变成 人家的提款级 女人不要为了 有个寄托 为了我说的共存感 而变成是这样一个角色 我们不必 不必 我赞成的 那当然那好 那要的就是一个做伴 这么的单纯 一个暖床的 一个暖心的 一个陪伴 祝福你 谢谢 谢谢 我们请教一下周英君老师 哪些熟面相的女人 不管是几岁都能勇敢追求爱情 对 人家说 你 老师我先问 你这边算命 我年纪最大来算 老师我还有桃花吗 80岁 80岁 其实不好意思讲 其实不好意思讲 只碰到老师的时候 他这一场我还有桃花 没有 他碰到的一个是 六十几岁的男生 他跟我讲说 那个男生跟他在 高速公路上开车 他就是一直认为 这个男生不爱他 不可能 因为他一定要想他的钱 结果那个男生真的 一直用行动的表现 那再来他把那个窗户打开 他譬如说 陈爱你 陈爱你 他就很大声地向外喊 陈爱你 我爱你 就这样子 他被他喊了 他自己都不好意思 结果后来真的修成正果 80岁 男生六十几岁 对 所以也是有啦 不是完全没有 我听到心里面 觉得忽然一直暖暖的人 其实都有机会 对 他讲的就反而在这个阶段的人 彼此选择 这才是真的爱 对 已经你一大堆缺点 我也一大堆毛病 这才叫做真爱 这个就是无条件的选择 对 虽然人家讲说 女人如果说你真的要活到精彩 活得精彩 不管几岁 你都要追求爱情 对 只要你是单身的 那如果说你不追求爱情的话 你一定你的很多 很多很多那个你的生活方面 也有很多的缺陷 什么叫缺陷 有时候你就是 譬如说你 因为任何一个年龄的女生 他都一定要需要人家爱 因为有爱才会精彩 如果没有爱 你没有听人常常讲说 那个如果说他在经历爱情的东间 他一定会更感觉非常漂亮 因为那就是精气神会起来 我可不可以帮男人讲一句话 我住的地方是淡水金色水岸 大家猜猜看 这个六狗六猫的这种人 十个里面有 是男生多还女生多 男生多 九个是男生 一个是女生 这个比例说明什么 就是那些单身孤单的老男人 他还是喜欢跟别人是有归属关系的 他会愿意去照顾 他可能前半生不照顾的 所以我是觉得男人不愿意讲 那我直接讲也不知道讲了 对不对 是因为他们 男人不会像有女人 女人再老都是一个 心里面一个小女孩 渴望爱情 我相信九十岁一百岁都一样 可是男人会选择 就这样就算了 什么原因 他觉得麻烦 说真的 现在的女人是蛮麻烦的 然后他可能是以前的关系 让她吓到 他觉得不愿意负担 他不愿意啰嗦 那游戏人间 反正有很多的管道 然后严谨的 他就觉得要保护自己 所以他们也变成是 其实是有需要的 我真的觉得要替男人讲这个话 对老师 难怪我们每天去遛狗 当然也有一些人 四十几岁 他就前怕狼后怕狐 像秀飞这样子 因为他就觉得说 真的 有很多可怕的 真的 所谓的那个渣男一大堆 所以当然也会怕 但是也有很多女生 他真的是到六十几岁 他还是一样的在追求他所谓的爱情 所以他还是不管的 他不管是六十几岁 或是说七十几岁 或甚至我刚刚讲的八十岁 都有人在追求爱情 但是我们最最呼吁 所有的观众朋友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在追求爱情当下 一定要不侵犯到别人的爱情 不侵犯到别人的家庭 这是最重要的 那如果是两个都单身 两个单身的人 你们真的可以试试看 我们都非常的鼓励 对 又 对不对 你说 真的 来看一下什么手面相 水汪汪的大眼睛的人 如果说水汪汪的大眼睛的人 通常 他是所求爱情 前情的投入 因为他都是带了一个叫做恋爱脑 他每次他看男人 都是带了一个玫瑰色的利径 所以他其实他所看到的男生 他不会去 马上去想到他会来骗我的钱 他每个都会觉得他很不错 像这样子的人 通常就是因为恋爱脑 所以他每次常常都是 惊心惊惊惊 常常都是常常的错误 常常的一次又一次 但是只要他伤口好了 我跟妳讲 他还是一样在追求爱情 因为他永远是一颗恋爱脑 再来就是 两眉之间的距离 会比较宽一点点的 他的观念比较开放 永不放弃 所谓观念开放 不是说很乱来 那个观念开放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女生 他其实真好到底 什么事情什么话都可以讲 什么玩笑都可以开 他不见得说一定是 最感情方面很乱来 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说他会这样 但是他就是 他什么话都可以谈 什么都可以 但是一样的一个道理 就是说他反视 有时候会变成没有原则 因为没有原则就是说 他只要认为是 这个男生来追求他 只要他是个人单身 对方也单身 他都会愿意一次又一次的逝世 反正都没关系 就会逝世 他就会变成 一直在追求他所谓的爱情 所谓的感情 但是可能一次失败 但是他不会怕的 再来一次 一次失败再来一次 所以说永不放弃 他的钱应该就一生自业就在爱情 所以这种人就是这样子 因为很好到 但也比较不 就是不喜欢一个人 因为一个人有时候相当寂寞的 再来就是两夹之间 就是那个 应该讲说是酒窝 酒窝 有酒窝的人 看起来很可爱 是喔 因为他很可爱 他个性方面 你就看他很温柔 但是他内心很执着 尤其是他对爱情方面 非常的执着 你会觉得说 像秀慧 你就是有两个酒窝 你不要认为说 你可能我爱情我不会 因为你没有真正的踩到 应该讲说 你没有真正去爱到 如果你真正的爱到 因为内心执着 你对感情还是一样的执着 但是永远都是一个 记得一个 就是永远就是 那个什么 好了伤口忘了痛 你这一次错了 这一次不行了 下一次还是会再追求 因为你因为不喜欢寂寞 那你现在为什么 觉得你不喜欢追求爱情 我觉得应该是 你有女性的朋友在身边 你没有寂寞 但是你等到有一天 大家都有家庭的时候 你会感觉寂寞 那个时候 你还是会追求爱情 这个就是 两边有酒窝的人 所以他是陷入爱情以后 一定会再接再历 是一次又一次的 这种人就是 不管你几岁都勇于追求爱情 对 从大家做参考 今晚你有空来开房吗 挑加个大神麻将手游 即刻下载